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叶兔 今天是2021年的5月的最后一天 你们那边应该已经是6月的第一天了吧 今天大家就和我一起去探访 墨西哥最顶级的博物馆之一 安巴罗博物馆 里面珍藏了3500多件 2000多年前 哥伦比亚前期 西班牙殖民者入侵前期 甚至阿兹特克西的非常珍贵的历史文物 艺术品各类展品 顶级博物馆哦 我们出发 到了 早上11点到下午5点 普普通通的外门 价值连城的内里 Hola Ok 墨西哥顶级博物馆之一 安帕罗博物馆 原版建筑落成于1538年 最初是作为医院使用 而后相继变更为学校 养老院 甚至家庭收容所的用途 一位墨西哥银行家 为了纪念他的妻子 捐出了一大批珍贵艺术品 并从基金会中拨出资金 将其改建成了博物馆 在1991年 经过重新装修后 成为国家博物馆 在一楼的入口处 你会看到大幅的墙面文字 介绍前哥伦布时期 墨西哥文化的璀璨发展 其中提到了中国 印度和希腊 在历史上留下的光辉文明痕迹 主听展览馆入口处 右手边的整面墙 通过数千年来的历史变迁 展示了全球伟大历史建筑的诞生 对比了大洋洲 美洲 欧洲 亚洲 和墨西哥的文明发展史 在这些照片中 不仅看到了我们国家的长城 故宫 兵马俑 还看到了一路走来 我有幸所遇见的 全世界的那些伟大建筑 一楼的主展馆 不仅有来自特奥地瓦坎古城的红色石板画 还有来自于尤卡塔玛雅古城的千年陶戏 以及奥尔梅克古城的整面石雕 保存的非常完好 他们都活灵活现的表现出了 哥伦布前期的艺术文化水平 尤其是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 在艺术上有着深厚的造诣 即使那个时代如此的原始 中美洲文化传统上奉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公元前1200年 到公元317年的奥尔梅克前古典时期 奥尔梅克人创造了御用 并雕刻了高达八英尺高的巨大头部 中美洲建造大型礼堂的传统 也始于奥尔梅克人 第二个时期是公元317年 到889年的玛雅人古典时期 玛雅艺术的主要作品是岩画 各种各样的摇滚艺术 石雕 木雕 还有壁画 第三个时期是889年到1697年 托尔特克后古典时期 它们雕刻了块状的大型雕塑 同时 墨西哥中部和南部的阿兹特克文化 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世界玉树 在这些展品中 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些颜色虽然单一 形态即使放在现在也足够时尚的各类陶器 每周最早的与陶相关的发现 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 在被西班牙人征服之前 这些文化在3000年的地理隔绝中得以保留 有的是人和动物的肢体的混合体 它们这些特征暗示着是自然的力量 信仰与神话的思想 完全不像我以为的那个时代的落后和沉闷 经验于中美洲古文明的幽默细胞 上到二楼 迎面而来的展馆也是不固定展馆 目前展示的是20世纪50年代的艺术家 菲尔盖雷斯的抽象艺术展 这位艺术家是墨西哥当代艺术发展的关键人物 所展出的展品则是他三个创作时期的不同作品 废物壁画 金属机器和计算机几何作品 他在60年代用回收的废料和废星鼠来创造抽象壁画 70年代使用计算机来设计他的作品 尝试通过赋予机器创造性的品质 来研究科学与艺术之间关系中存在的可能性 并计算机开发的模型与几何图形 来表明空间使用和形式结构的特殊倾向 他的作品总是通过多学科的学作逻辑 来证明艺术的跨界型 推动了那个时期墨西哥美学文化的大幅前进 再往前走 一个是18到19世纪的普埃布拉中产阶级家厨房的物品展示室 打了维拉瓷砖的装饰 玻璃器具的精致运用 和我们国家差不多构造 但颜色丰富的灶台 窗口的天平我倒是有些喜欢 一个是和基督信仰相关的雕像 油画 宗教生活物品的展示室 最后一个是19世纪西班牙派来管理普埃布拉的总督的办公室 及其接待式的原版布置室 墙面上的油画非常的现代和大胆 但这三个展示都不算特别吸引我 安帕楼博物馆楼层的设计和巴洛克博物馆有点类似的是 上楼有楼梯 下楼却通过建筑内部的旋转构造 不知不觉就带你回到了低楼层 再回到一楼 就是和普埃布拉城市相关的 或出生于本土的艺术家的近代艺术品展区 比较有趣的是一位艺术家搜集了数年来某份报纸上性感女郎的广告插图 把它们布满了整面墙 还有几间沉浸式体验厅 进去以后工作人员才会打开相应的灯光 投影或声音 比如一些特殊植物的生长过程 还有需要特殊氛围站在一定距离才能看到的大幅墙面图案 当最后经过了普埃布拉城市变迁过程中 收集的特殊或重要的建筑物的建筑材料堆积了展馆后 就结束了整个展馆的游览 博物馆地面上的所有箭头 都帮你安排好了绝佳的不回头的游览路线 这也有效保证了人流量足够多时 博物馆内的参观秩序 而当你的眼睛脑子 被中美洲的这些璀璨古文明所充盈时 最终这些箭头会把你带到三楼的空中花园 四周被数十座有眼到尽的教堂塔间包围 我现在在这个博物馆的三楼 这里是一个空中花园一样的大天台 原来有咖啡馆在那里 可以边喝咖啡边欣赏风景 但是因为新冠飞停掉了 但天台还是可以上来的 在这里可以眺望稍稍远一点点的地方 我们会看到各种教堂的顶端 我估计这里就可以看到十几座教堂吧 那个颜色最不一样的 最暗淡的 就是最有名的布埃布拉大教堂 这个博物馆不愧为墨西哥的顶级博物馆 那些小摆件我都拍给大家了 好精致啊 两千多年前 甚至是三千年前 二楼则是它一些比较接近于现代化的 自己十八十九世纪的一些厨房的摆设呀 当时的西班牙殖民者派过来的官员 他的房间一些摆设呀 还有对于耶稣基督的一些画作 一些艺术品的摆设 再往下面走 这是比较近代的现代艺术展望 所以博物馆爱好者 艺术爱好者 绘画爱好者 这又是你们不可错过的一个毕大卡地方 现在已经五点快避馆了 我要下去了 哦对了 我觉得墨西哥这些非常非常有名的这些馆 或者非常非常美味的那些餐厅 他们的门面总是很朴实 但是你一进来你就会被震惊了 这就是他们的出口 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 有一天我经过这条路的时候 我就这样走走走 然后不经意往中间瞥了一眼 它那个艺术型的装饰物就吸引了我 然后我走过去又返回来 往里面探了一探 原来这就是墨西哥最顶级的博物馆 安巴罗它的后门 所以真正闪亮的东西 即使它只给你这样小小的一个展示空间 你不经意的走过 它也会把你吸引过去 这样看来我跟这个顶级的博物馆还蛮有缘分的 好啦 那我的五月最后一天和六月的第一天 就在墨西哥布埃布拉天使之城的网红餐厅 和它最顶级的博物馆 安巴罗博物馆度过了 那现在已经五点半了 我想去的另外两座很美丽的大教堂 也已经关门了 我不只单单想看它的外观 更想看见它的内力 我们明天再去 明天再见 大家六月快乐 保持内心的充盈 永远拥有一颗童心 不愿意 不愿意 明天再尽 咱们